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疫情初期发展进展比较迅速 按照我们的估计者来看 像新疆布鲁夫琪从7月16号报告第一例病例以来 在第一个前足期也就是在第一个14天之内 感染的人数快速的增长到550多例 辽宁大连在报告第一例病例以来 在不到10天的时间 也是感染的人数快速的超过了100例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以轻壮年的感染者为主 我们统计新疆的病例平均的年龄是35岁 大连的病例平均年龄是41岁 那么由于是以轻壮年为主 也就决定了他们具有第三个特点 就是这些病例是以轻壮和普通型为主 所以总体的这个情况呢 不是病情不是很严重 在两周内呢就已经有病例出院了 是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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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